我們看在這裡喔 他說有一個環境矩形 將其一端切去一個正番形 剩下小矩形 與原來的環境矩形會怎樣?相似 問你環境矩形的長與寬的比值是多少? 好,好假之後是去畫一塊矩形出來 好不好 這塊矩形拌就什麼形?長番形 好不好 去畫出一個矩形之外之後 他說這塊矩形會呈現一個環境比例 有沒有說 把它一端切掉一塊正番形 所以說你看一下 以它為基準 去找出這樣子行不行? 切掉這塊正番形 切掉之後 剩下這塊長條形 會和原本的矩形會怎樣?相似 好不好 要是把它畫好看一點 換句話說剩下這一塊 好不好 會和原本矩形怎樣?相似 這樣行不行? 各位 原本矩形相似 換句話說原本矩形是這一塊的 它形成一個環境比例 有沒有看 各位 我中間這邊切掉一塊 正番形之後 剩下這一塊 這塊藍色有沒有看 這塊比例會跟原本的比例怎樣?相似 這樣行不行? 原本矩形相似 問你這塊環境比例 它長和寬比例是多少? 我假設好不好 它說 你長和寬的比值是多少? 我去假設寬是一好不好? 長是級 AK是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原本 這塊環境比例 長和寬比例是幾? AK是比幾? 1 好 剪掉這塊是1之後 對吧? 剪掉一塊矩形嘛 正番形這邊剪掉1之後 所以說這邊剩下幾? AK是-1 那 這邊也會是幾? 1 所以說你看一下 原本的矩形 好不好? 這是長 這是寬 比例是AK是比1 剪下去的時候 剩下這一塊 這長 這是寬 長是級 1 比上寬是級 AK-1 這樣行不行? 兩邊會怎樣? 相等 這樣行不行? 所以原本矩形 這叫長 這叫寬 是AK-1 AK比1 剪下這塊正番形之後 這邊剩下AK-1 這邊剩下1行不行? 它比長和寬比例是級 1比多少? 好 A-1 所以我把內向乘內向 外向乘外向 AK乘3 AK-1 會等於幾? 1 所以 H平方-AK 1Y-1 會等於幾? 0 學校這邊可以用公式 可以用因子分解嗎? 不行 所以說我用什麼解? 公式解 AK是幾? 2A分枝 -B 加減 B平方 -1 -1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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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4 這樣行不行? 所以AK會等於幾? 2分之1 加更號5 或者2分之1-5 但是這時候我假設 這是殘 這是寬 所以AK一定要什麼數? 正數 所以說這負的符合 這樣行不行? 算數AK值之後 請不是要求比值 長和寬的比值嗎? 可不可以 可以齁 長和寬比值 也就是長 除以寬 可不可以 這寬是幾?1 長是幾?AK值 所以比值是1分之AK值 所以算出來自己 2分之1加更號5 這樣就出來了 可不可以齁 好 把這邊看一下 OK